规模最大,最残酷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,在这次战争中出现了大量先进的武器,其中美国的先进武器最多,战后美国经济和军事快速发展,宜悦同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,从航母温室后,各国见证其作战实力,都纷纷想要拥有自己的航母,但最终航母研制成功的只有几个国家,我国是其中之一,而美国是世界上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, 当其他国家还在研究如何知道航母时,美国已拥有11艘合併航母,见证其航母多么大大,如此大大的美国就真的比较无比,没有一手了,其实不然,美国媒体承认有两个国家可以击沉其航母,但不包括中国,那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和佛西,法国的肢力量并不是很强,却被认为可以击乱美国航母,这难免使人质疑,据美媒体报道,曾经美国和法国进行, 联合海神军事演习时,美国航母群既没有持绝,法国潜品靠近,此后美国就认为法国可以击沉该部航母,俄罗斯能聚落美国航母是在意料之中,毕竟俄罗斯的军事威延不有小区,仅仅落后于美国,是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,俄罗斯含有每个世界上最大的和气库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苏联曾经用和气品经常派进,美国航母不被发现,如今虽然苏联解体了,但和似继承了,且苏联大量的先进武器和先进技术,加上和似自身的发展。 该国的核潜艇技术清楚于来,比前苏联的技术要好得多,美国的攻击弹和伦斯引致的核潜艇,一小心,该核航母就可能被击沉,美国认为错不能击沉,该核航母也在情侣之中,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快速发展,但军事实力还是以美国差一大截,按照中国如今的发展速度,即使现在不能击沉美国航母,但是在未来某一天一定,毕竟中国的军事能力也是多人想,